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圣灵恩高充满以后 我们就很火热 刚才以敬拜师哥来诈美我们的神 还有小朋友们也来献师 我们都以师哥来歌颂上帝的伟大 他的慈爱 他的功力 他的信实 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天父 我们要感谢你 你带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 祝你我们同在 持恩赐福 来到你跟前敬拜你的众儿女 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 平静我们的灵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 让你的福人成为你的出口 成为你话语的传递 让你的话语再次填满我们的心 喂养我们的灵 感谢祷告 同耶稣名求的 阿们 今天不是正道的题目 从圣经来看家庭宗教教育 教育有两种 一种是属世的教育 另外一种呢 那就是属灵的教育 然后今天成为基督徒 我们的家庭就是基督徒家庭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呢 我们应该是基督教的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教育 就是属世也好 属灵的也好 教育都是从家里开始 所以家里是最基本的单位 来学习 来栽培 施行教育 我们今天的父母呢 也就是教育的开始 我们的父母 做生命父母 我们应该的职责 记得我们就是从我们来开始来教导 我们的儿女 属世的也是一样 属灵的更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时代 真的是一个挑战的时代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父母啊 活在这个时代 比五十年前就难了 挑战多 但是我们今天不怕 我们今天执行上帝哥们的使命 我们今天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做父母的教导儿女 我们来栽培我们的儿女 我们今天是父母自己的责任 不能推点别人 不是别人可以教我的儿女 没有办法的 还有也不是单单靠主路学 主路学一个礼拜三两个钟头 还有其他的时间都在家里 我们跟儿女相依为命 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我们每一句话 我们的一举一动 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的儿女下一代 所以家庭教育 父母最重要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我们今天的父母呢 父母基督徒的父母 是我们儿女属灵的工程师 也是属灵的导师 我们的一切就直接来影响下一代 我就想如果今天的时代 如果没有信仰的 那个影响是很大很大的 相反的 我们今天有信仰 信仰就是神 就是我们的基督教里面 圣经所讲的一切教育 那个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没有这些 今天的时代 我们的儿女进入社会 进入这个潮流文化 很难抵览今天的 这些败坏的文化 他们很难站立得住 很容易就随波逐流 那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尤其这个时代更是需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一度举行一次 主入学主入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 提醒我们做父母的 一定要看重下一代 从小学习圣经 懂得来学习敬畏上帝 懂得来一生 懂得来信靠上帝 而且能够顺从上帝 他的一生必然是蒙福的 还有当我们做父母 基督徒的父母 尽了我们的本分 我们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怎么样敬畏上帝 信靠上帝 爱上帝 服侍上帝 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们长大以后 在教会里面服侍主 他在教会里面来 大家一起同工 敬照教会 还有出去为主 发官作业 有基督的香气 他们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 看到自己的孩子 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 所以我最想要外甥 替我祷告 祷告什么 外公 你讲到圣灵跟你同在 人家看到你就说 你是上帝的孩子 这句话不得了 单谈提醒我今天到哪里 我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孩子呢 就要反省 所以今天我们的儿女 领受圣经的教导 上帝的祝福 引导他到哪里去 他去一个美好生命的见证 人家都会不讲 心里会想 我这个人真的是上帝的孩子 这个人真的是基督 要跟我们一样的 所以父母的责任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做父母最大的安慰 这个时代是什么 当然了儿女成功 成就是一个很喜乐 但是我发现 我们做基督徒的家庭 基督徒的父母 我们有了更大的安慰 那是什么 看到我的儿女 任务在这个时代当中 任务能够爱住 能够来服侍住 常常去教会 不是常常去社会 到底今天他们做什么 我都不知道 脾心掉档 还没回家 我都不能睡觉 知道他去教会 放心安眠好睡 这是很现实的客历 就是这个时代当中 所以如果我们尽了父母的承认 靠主的帮助 我们下一代爱主 一生跟随主 真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安慰 也是儿女一生最大的保障 你可以尽量放下你的心 这也是儿神的心理 今天从圣经来看 家庭宗教教育 第一点 那就是父母要教导 孩童 第一点 父母要教导 孩童 孩子出生 你知道吗 他的天赋 还有他的个性 那是好像一张白纸 所以我们做父母 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儿女 影响他的一生 所以这张白纸 他怎么样呢 在后天怎么样来教养他 后天在怎么样的环境长大 就影响这个孩子 一生非常的深远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角色 就是我要付出 我们今天怎么样教我们儿女 我们就有怎么样的下一代 你看 息息相关 跟我这个父母的很有影响力 所以我的责任是很重的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要教导孩童 我们今天基督徒 做基督徒父母 要教导什么呢 世界上有两种学问 一种是属世的 很多教科书 什么系就什么科 那个书很多很多的了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属灵的 只有一个教科书 就是圣经 没有了 一本够了 所以这个圣经就是我们教导儿女 只有一本的教科书 一生就不完 一生都在用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这是华人的儿女 我们不是当当小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以前的四书五经 对不对 还有义经 还有诗经 还有财经 都不重要 这些当然没有 但是更重要的 乃是圣经 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 它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所有的东西 所以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合神心意 蒙神的祝福满满 我们要怎么样教呢 第一 要从小开始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骗你 教导 教养孩童 孩童就是从小开始 所以第一点 很重要 很重要 从小他懂事 会听你的话的时候 你就要来教 等他大了以后 开始了 他会跟你反驳 他会生气 他会抵裁你 你真的拿他 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所以从小开始 就要来教导 我们的儿女 我们在圣经里面 就看到 我们今天 怎么样来 从小教导 我们华文 人之初如鱼 性与情 聚可恕 所以人之初 好像一个很单纯的愉快 他的性情怎么样 都可以来塑造的 如果要开始塑造 从小 人之初 就要开始了 还有 欲不拙 不成器 欲这么宝贵 你也把它来拙 这边来消 拙就拙 琢磨鸟了 咕咕咕咕咕咕 来消 敲了这个 就变成一个 很贵重的器 人不学也不知理 当然了 这是社会 今天我们做基督徒 更重要 我们的儿女 不学 不知真理 世界的道理 伦理很多 固然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基督徒 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学习到 真理 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圣病记 刚才圣经说 你和你的子孙 一生要敬畏 耶和华 遵行他的一切律力 借令 使你在那流奶 与蜜之地 得以享福 人数正多 你要尽心 尽心 尽力 爱耶和华 你的赏力 这短短的几节当中 我可以带出来 我们今天要教导儿女 是什么呢 那是旧约时代一样 新约时代永远是一样的 没有改变 第一 我们要来认识上帝 他是独一的真身 他是创造宇宙 光顾的主 他的属性是慈爱 是公义的 是圣洁的 是信实的 还有第二 要敬畏上帝 从小就要敬畏上帝 还有第三 要敬拜上帝 不能敬拜任何东西 世上任何的家神 任何的偶像都不可以拜 只有当当敬拜独一的真神 还有敬爱上帝 尽心 尽信 尽力 敬意 爱主 你的上帝 不是我的 你的上帝 个人的关系 说明今天跟主的关系 是个人的关系 最后我们要听从上帝 神怎么说 我们就会怎么做 这一生我们的儿女 一定是蒙福的 所以从刚才圣病记里面 就看到这五个重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有刚才说 你要谈论 常常讲圣经 我们当时在家里 很多话 很多客厅 但是不要服励 多讲圣经 神的话语 非常的重要 闭口圣经 开口圣经 这个做法 在影响的下一代 非常的大 还有 还有怎么样 贴在门框上 挂在哪里 那是什么呢 高举圣经 我们圣经是最重要的 所以啊 我从家乡开始到今天几十年 我在家里 我在家乡的家里 我的家有一个特殊 挂满圣经节 到今天还是一样的 这是我自己的做法 对自己很大的帮助 对下一代有更大的帮助 我给你看几张 你看这次我在客厅 书房 你不要害怕 这个是最好 以赛亚书41章第十节 还有我要向上举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高 天天的夜和晚来 天天都看到 近看到 初也看到 还有 这是在我的客厅 哇 传人者 坚心依赖你 必保守你十分的平安 还有 那么这个在于吃饭听 天天吃饭的看到 哇 人心走上自己的道路 为优化指引他的脚步 你们要当依靠优化 直到永远 因为优化是永久的磅石 你看都是 还有 这是我睡房 永远有怜悯有恩典 当家里的事 教头永远被依靠 他就必成全 还有这是厨房 煮饭洗碗都看得到 你若爱生命 愿想每一符 需要禁止舌头 不出乎恶言 嘴唇不说 诡诈的话 哇 都在提醒 还有我的车库 哇 我的车库有人说 我叫书房 你看 哇 多么好这些人 有好的名字 建固台 义人登陆 变得安慰 很好 还有 另外一边 就是性望爱 那么还有 爱 人生实则 忍 静的艺术 对啊 在我家里 转过来又是神的话 转过去又是神的话 抬起来又是神的话 躺下也可以看到神的话 这个影响了 常常鼓励 也是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因为神的话就是灵 神的话就是生命 因为神的话 把我们救火了 因为神的话一打开 就发出亮光 叫愚人与通道 神的话为养我的灵 为养我的灵 填满我的心 大卫作王 他说天还又亮 我就养望你的花 非常的宝贵 所以我鼓励一生结肺 这些刚才都是以前我们主文堂 每一年的阅历 我把它剪下来 哇 那个圣经节图案又漂亮 还有几个会友他们去到整排 还要在各地 哇 太好了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儿女很有影响 所以我们对下一代 我们都是以神的话来教导他们 另外我们还要做父母 要儿女来背诵圣经节 唐诗也好了 樊前明月 观仪式地上庄 举头观明月 低头师故乡 很多人都叫孩子背唐诗三百首 好吃 但是不要忘记 要背诵圣经 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导儿女背诵圣经 还要祷告 还要诈美 还要识意奉献 还要懂得怎么样 爱主爱人 第一 从小开始 第二 严谨教导 不能放纵 不能妥协 反而其他的事可以放纵一点 但是属灵的教导 圣经的学习 不能放纵 严谨的教导 你怎么样严谨就有后代的严谨 你怎么样放纵就有后代的怎样放纵 以后我们就开始了 你看犹太人 他有一个特质 虽然在世界上人人口是最少的 你知道吗 犹太人的宗教 犹太教到今天已经几千年了 没有被捅 他们做父母了 非常的严谨 几岁要读多少圣经 都要做什么 什么都严谨的教导 所以到今天犹太教 任然生存 不被毁灭 不被摧毁 回教徒也是这样 非常的严谨做父母 我今天是我们基督徒父母要学习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他们这个精神 对属灵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敬畏上帝的教导 爱上帝的教导 不能妥协 因为这是对他蒙福 不是害他 是有意的 最大的 胜过你以后很成功 胜过以后赚很多钱 胜过以后你很高的智慧 这些都不可看 真正保障 真正蒙福 是在属灵上的栽培 有一句话说 我爱人谈谈 富不过丧带 富也不能过丧带就没了 我在买一家就有 还不过两代都没有 所以我说第一代来辛苦对不对 坐牛座 第二代到我 就比较好 我爸爸从中国移民来就是坐牛座 那我生出来以后 我就等下养牛羊马 买房买车 到我下一代就杀牛杀 风都把他吃掉 这是真的 那个不重要 富不过三代没关系 然后反正有都是钱过去 有没有都没关系 有些通通都要过去 我今天最重要看重的是什么 信仰 如果不过三代 那就有过了 犹太人的信仰过了几千代 所以今天我们父 我们的信仰要延续下去 那是靠谁的责任做父母 我把我这个责任做完 传递到我的下一代 我的下一代又传递到下一代 永远不会见到 这都是最大的蒙福 圣经里面有一位上帝众愿的仆人 提摩太 他是保罗忠心的福音的儿子 圣经里面说 为什么提摩太会被上帝众愿呢 谁影响他 外婆 罗姨 母亲有离机 两个女人照顾他 栽培他属灵战严谨的教导 你说他不被上帝用才快乐的 所以以后被上帝所重援 继续保罗的使命传递的工作 还有我们的卫理工会的会主 就是卫斯里约翰 Done Wesley 他的母亲叫做Suzana 他这个母亲有17个儿女 他怎样来教养这个儿女 他的丈夫是 这个上乌尔师生牧师 这个师母很看重 家庭宗教教育 17个孩子 他每一天一定花一个钟头 为17个儿女来祷告 还有每个礼拜 一定有跟每一个儿女 个别的讲圣经 讲属灵的事情 所以难怪以后出了两个 上帝特别重要的 魏斯里约翰 还有 Charles 他的哥哥 是圣乐家 写了几千首的圣词 今天普天颂章 普寿 很多都是他所写的 上帝重要 归功于他的母亲 出伤了 在树灵上所付出的代价 才有今天的成功 我看到他里面的见证 这个 John Wesley的母亲 他教导儿女 从圣经学到的一个秘诀 很好 第一 他想 当我孩子一会讲话的时候 我就叫他祷告 第二 如果他哭着要来 要求见识 我不给他 要他很有礼貌的向我拿 向我求 我还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有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也不给 第三 当我孩子犯错的时候 我从来不罚他 怕他什么 会撒谎 孩子这样 怕妈妈会打 就快快撒谎了 反正妈妈不会打我的 他还跟他讲 你的错在哪里 你要认错 这样的孩子 你看多么好 所以 他带领栽培这么好的孩子 出来 还有如果他故意 做错事情 一定要惩罚的 还有 如果他做得好 一定要鼓励 奖赏 如果对孩子说 还有自己 做父母对孩子 说的话 要算数 所以 结果上帝 重远 这个家庭 感谢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父母的影响力太大 而且今天时代也难怪 丈夫 爸爸都是外面忙 赚钱 养家 等等 所以 一般上 这个责任都落在做母亲 身上 因为母亲都在家里 儿女也不要靠近 也不要贴心 所以做母亲 真的有很大的责任 历史以来都是听到某某的母亲 某某的母亲 你看提摩他都是两个 一个外祖母 一个 母亲 都是对他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力 还有今天时代 你看 特别 现在你看 比如澳洲 这里啊 很多对眼睛 奶奶 姥姥都来这里 来这里信主 信主以后 你知道吗 我们一样 我们的儿女可能 他也是很忙 在外面工作 但是今天刚刚好 我来照顾我的孙 我做奶奶 爷爷的 就是我的好机会 我要学习 这个圣经的教导 我要教导我的孙的一位 来认识圣经 来敬拜上帝 带他上去主顾学人的 就是我的机会 那弥补儿女的忙碌 所以今天有一个新的状态出来 是一件好事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要抓住机会 来教导我们的 下一代 再下一代 所以我常常听到 哎呀 我的奶奶怎么样怎么样 爱主 怎么样怎么样 祷告 影响我一生 我听到很多 他从国内来 他们都很热心 所以这个对他们 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所以 第2 父母 要言行一致 今天我们 身教 大过言教 起来一大堆 说过你自己怎么做 儿女是很聪明的 他虽然 不懂什么事 但是他观察你 他看你怎么做 不是看你怎么说 你说了不做 他更反感 以后 你教会都不要学 所以呀 身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要讲一套 我们要做一套 而孩子呢 在观察我们的为人 他会模仿 我们的连行 比如说 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找爸爸 孩子接电话 然后就跟着爸爸说 某某人要找你 然后这个人呢 他就不想接他的电话 就跟孩子说 你跟他讲爸爸头痛 他应该讲爸爸头痛 爸爸这里说头痛 所以你看这个张老子很坏 为什么 这是一个例子 以后这个小孩子 他就学会学人见识 当我不要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就可以撒谎 我就可以讲一个借口 就把他退卸掉了 有一天他不想上学校 爸爸我今天头痛 我不许上学校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做父母 一言一举 非常的小心 因为有人在看 之所以 你的儿女在看 而且是最亲密的 逃不过 你的表现 在外面可以第二个人 在家是一个人 在外面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身边人永远 你逃不过他们 的眼光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 生教 华文字这个 大家知道华文字 Y怎么写 Y 最容易写这个 什么叫做Y Y就是不正 这样Y 就是不正 这样是正 所以 华文字就是 不正 就是网 上量不正 下量就网 有样就学样 没样就怎么样 一走样你就网 你就网回不了 所以 我们今天 如果你要孩子做什么事 你要知道 你自己要先做到 做不到 你不可以讲 好像孩子要读圣经 你自己都没有读圣经 那早就看待了 你说要祷告 你自己都没有祷告 你说要上教他 你自己都没有上教他 你说要准时 你天明知道 孩子一看早在心里 就暗笑 所以 还有 你说孩子啊 你要爱人啊 爱主啊 我看你都没有爱人 爱子孙爸爸的 你要心思 不要骗人 我看你偏偏骗人 你要慷慨 我看你命色的不得了 你要怜悯人 我看你都没有怜悯人 都是抓人家的毛病 指责别人的错 有怎么样的父 父母 就有怎么样的儿 第三 父母要彼此相爱 你说这个跟教导孩子有什么关系 他有关系 你父母会相爱 是一个很好的身教 孩子看待人 以后他们长大 也要结婚 有丈夫有太太 早就学习到了 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字 爱 这个字 因为神就是爱 上帝怎么样爱我们 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圣经也教导我们 做他的儿女 我们要如何来爱神 爱人 所以 家 一句话说 房屋是庄块所建造 家是由爱所建立 所以我们形容家是爱之窝 所以有爱才会有爱之窝 有爱才会建立家庭 所以这是蒙福的家庭 所有人今天都要求我们做父母的开始 所以当我们自己父母会相亲相爱 彼此尊重 你就会叫 你就会叫你的儿女们在爱的环境当中长大 就有安全感 还有呢 他们也会 学会怎么样 爱 尊重 都是从父母的行为 他所学习的 如果反过来 我要整天在吵吵 一点事也在吵 今天讲对方的不对 对不对 还有呢 甚至打起家来动武 便在战场 你看 糟糕 你知道吗 这样的孩子 在炮火当中长大 会离心灵受创伤 还有呢 第二 他也模仿 他以后长大 以后 常在以后 吵架 争吵 甚至打架 动武 来解决 不和睦的事情 还有一点 争吵的灵 会传 延续到下来 所以我们第三点 我们教导儿女 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做父母的 也应该要彼此相爱 于是 父母要建立家庭祭堂 今天的时代 是一个危机的时代 什么危机呢 忙 因为时代是这样 不忙也得忙 父母也忙 儿女也忙 对不对 大家都在忙 所以啊 今天这个一忙 就破口来了 从家庭开始 我们夫妻的关系 就 有关系 就会出状况 如果你太忙 还有亲子关系 也会出状况 你知道吗 今天交通很方便 是什么 我说了 人 今天的时代 人与人的距离 越来越近 对不对 很近 去新加坡八个钟头 已经坐床三个月 越来越近 可惜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远 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关系 关系很重要 信耶稣就是讲关系 夫妻就讲关系 儿女两代就是讲关系 有一句话说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 这句话听得懂 我们如果有关系很好 什么都没有关系的 都可以的 我跟你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 抓力紧紧的 我们跟夫妻关系不好 跟儿女关系不好 很有关系的 后遗症很大的 破坏力很大的 所以 我们今天信主耶稣 不是当然来做个礼拜 有祷告读圣经 最重要神要跟他建立 美好亲密的关系 我们跟主有关系 什么都没有关系 什么都难不倒你 什么都没有办法 来抵挡你 你今天信心见对 神看顾你 顾必你 一切平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彼此相爱 然后呢 就要建立家庭祭堂 然后家庭祭堂 我们就要怎么样呢 在一起 所谓家庭祭堂 就是在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的时间 一起 沟通的时间 一起分享的时间 尤其今天时代 当儿女还在成长当中 所以最需要我们父母关爱的时候 他最需要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做父母最忙碌 这是事实的 如果我们没有注意 偏重 忙于世界的话 你会失去更大的助力 得不产事 所以最需要我们关爱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 我们不要忽略属灵的灾品 属灵上建造美好的关系 如果一过了 一切都开始 在一起 所谓基督徒家庭祭堂 就是让主介入你的家庭 能够进入你的家中 做你一家自主 带领他们一起读经 祷告 扶持 让主做我们家主 带领了一家的蒙福 怎么做呢 常常一家人在一起 祷告 短短的 每一天 五分钟不要长 祷告 关心他今天 生活上的需要 有遇到什么难题 不讲别的 什么都不讲 祷告也就是祷告儿女 祷告他们的需要 你这么的孩子 很大的鼓励 而且他愿意把心中的难受 给你分享 你就懂得用上帝的话语 来安慰 来教导他 让他懂得出去 怎么样有爱心 怎么样有神的话语 来带领他 解决 一切一切的问题 所以 我们今天要用上帝的话 来教导我们的儿女 来引导他 让他化解所面对任何的难题 圣经里面 列宝记上 17章 当以利亚先知 在加密山上 要杀掉这个850个先知之前 他做了一些什么事 重修祭祷 因为以色列百姓 最重要就是祭祷 祭祷 祭祷你看 就是做敬拜 赞美 但是他们已经离开上帝 圣经说 祭祷已经毁坏了 重修祭祷 第几节 然后 先祭 然后以利亚祷告 天就降下大火 烧毁所有 祭祷上的东西 最后 全民伏父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带你全民回归到神面前 通过祭祷 通过祭祷看到神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们的祭祷不是叫你真的回去做一个祭祷 不重要了 祭祷是什么 你的 你的厨房你的客厅就是祭祷 你的饭桌也就是祭祷 你的密室里面也是祭祷 任何地方只要你一家人聚集在一起 短短的几分钟 祷告读圣经 就是神的话勉励 鼓励 扶持 这就是 我们所谓的 家庭祭祷 所以我常常听到说 有几方面 第一 作儿女 他说我刚才说过了 我以前的奶奶 妈妈 母亲 怎么样带领我上主学 怎么样在家里带领我们祷告 我的六股就是一个最好的 我的六股就是一个标准 有这样做 13个儿女 天天祷告4天起来 为13个儿女祷告 每一天带领他们 晚上要祷告才睡觉 所以 就一直 传下来 到我们今天 一直到 下一代 我们又看到很多 我们特别从你看 有很多从马来西亚来的年轻人 少年人 青年人 到今天还是在这里 不会变坏的 原来他在家乡 家庭 基督画家 父母严谨教他 你一定要上少年团级 一定上主学 一定参加崇拜 谁到这里 这个坏坏的文化当中 我看到 好几个家里 都不会变坏 父母会在身边 他都不会变坏 为什么 上帝的大 在他生命当中 来带领他 引导他 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时代 人的战胜一切 还有 也常常听到父母对我说 哎呀 牧师啊 真的 我很厚 我当初没有听你的话 没有把孩子带到主学 我看都不重要 哎呦 今天他讲 哎呀 我头痛 我今天很伤心 他要懊悔莫及药 我说没关系 事情既然这样 你明白就好 你自己先复兴 重新的开始 你不请祷告 我相信神有做工 也有他复兴他有识的 也有他安慰他鼓励他 我就有这个奥古斯林 他的母亲为这个浪子 祷告三十二年 最后回头 成为非洲中世纪 最伟大的神学家 跟主教之一 你看三十二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有祷告的父母 救儿女就有盼望 我们今天有祷告的父母 我们儿女一定有转机 所以亲爱的姐妹 基督徒的父母 我们今天要看重一件事 今天人生中最大的资产 不是地上的房子 也不是地上的财富 乃是属灵的资产 我们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代 这就是把最好的祝福 留给下一代 他一生享福 蒙神的眷顾 我们一定要 自己做父母 看重 这个属灵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看重 追求 一生爱主 我们要更加信靠主 我们更加来服事主 这就是我们自己开始 然后呢 传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这个家庭是蒙福的 我们的人生是蒙福的 我们的下一代 永远也是蒙福的 在下一代 也是蒙福的 在圣经当中 敬畏上帝 一共出现 一百八十二次 敬畏上帝 是真本圣经当中 主题之一 我们做基督徒的 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 也是我们做基督徒儿女的 最基本的学习一个 属灵功课 敬畏上帝 但是这件事也最容易被敷略的 非常的可惜 所以你要知道敬畏不敬畏 我做父母敬畏不敬畏 我的儿女敬畏不敬畏上帝 那个影响他的一生太大 影响了整个家庭也太大 如果我们敷畏 没有教导他们敬畏上帝 他就很容易做错事 就会走错路 就会说错话 做很多错误的决定 结果再来失败 还有呢 痛苦 相反的 如果我们自己敬畏上帝 教导儿女也敬畏上帝 因为有敬畏 才有下一个 敬畏上帝的人才会遵行他的 我不敬畏上帝 我都不怕上帝 我怎么会听他的话 我怕 不好意思啊 为什么会听他 因为怕你会打疼 如果有点不怕你怎么讲的没有用 所以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 所以 当我们那个遵行上帝话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做和神心意的事情 好神喜悦的事情 我们整个个人家庭 我一生就蒙福 所以 敬畏上帝 是从家庭开始 父母开始 教导儿女 我说呢 敬畏上帝 是我们基督徒蒙福之道 个人蒙福 家庭蒙福 教会蒙福 国家蒙福 什么福 我这里有 几个圣经节 我们一起来读 敬畏 耶和华的 大有依靠 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人生最需要就是依靠 我们父母不是儿女的依靠 当时而已 我们也更不是他的避难所 是谁 耶和华上帝 要怎么办 敬畏他就够了 来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放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你看 人需要的是智慧 不是知识 今天的知识爆炸的时代 也就是最愚昧的时代 因为没有上帝的智慧 敬畏上帝 就有属天的智慧 来 我这困苦人呼求 也有法便救我脱离一切暗烂 也有他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 视为安营 打救他 今天是多难多灾的时代 我们敬畏上帝 他会看过 天使天君 忽必我们 来 耶和华的圣灵 我们人最怕缺乏 我们人最怕缺乏 不怕 今天 敬畏上帝 他的恩典 必然够 我们来 敬畏耶和华的 耶和华必指示他 当 顺乏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住 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多么宝贵 多么宝贵 敬畏耶和华的 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 上帝会以美乌 使你心所愿的 得以知足 最后 敬畏耶和华 心存千里 救能富有 尊荣 生命 为赏赐 感谢赵美主 所以 对国家来说 敬畏上帝 是立国的根基 遵行圣经 是治国的准则 对我们家庭来说 敬畏上帝 是成家的根基 遵行圣经 是礼家的准则 对我们个人来说 敬畏上帝 是一生的根基 遵行圣经 是生活的准则 耶和华 阿们 对神祝福大家